這個圓姬昨天頭髮還分叉 閉嘴 閉嘴 怎麼了 我跟他講一下 那個空污會不會造成掉髮 我不是隨便亂講 我是有引用就是馬德里 醫學報告的這個顯示 他的講法是講說 因為有PM就是懸浮微粒 如果阻塞你的毛囊 會影響到你頭髮的蛋白質 那就造成弱髮 韓國也有類似的研究 所以實際上你的環境當中 如果有很多PM的話 不管PM2.5PM10都會造成弱髮 這是事實 那昨天為什麼我會去講這件事情 是因為這是我質詢的一個開頭 一個梗而已 因為之前民進黨的立委 許智傑他罵我說 我法際線高 看起來比他老 那這我尊重他的判斷 那因為昨天也是韓院長主持 我也問了韓院長 韓院長是說他的法際線最高 然後那卓中泰最無聊 卓中泰說不會啊 不會啊 我也會 我年紀還比你大 我頭髮就沒有 頭髮都超多 不是 第一個 每一個人對於環境的抵抗 本來就不一樣 跟生活習慣有關 跟基因有關 你怎麼講說 因為你頭髮多 然後就別人就不會 因為PM掉頭髮 你這個邏輯也是很奇怪 第二我也不是說 我法際線高 一定是空污的影響 而是我覺得政府 反而就有責任降低空污 對人體的傷害嘛 這本來政府就應該保護國民 保護大家嘛 那這跟什麼有關 這跟你的能源配比有關啊 你如果說火力發電很高的話 你就會造成環境的影響 影響到人的健康啊 那現在民進黨現在喊出來新的目標 二零三零年綠電三十趴 剩下全部火力發電 但是關鍵是什麼 關鍵是如果你綠電達不到 現在核電退場 接下來你要補能源 怎麼補 就是火力全開啦 他很多核他很多藍莓機組啊 已經退場了 但是不停意 為什麼 因為他就等著到時候 萬一真的缺電了 全部火力全開 到時候空污更嚴重 大家環境當中的PM更嚴重 大家法際線會越來越高 所以我昨天其實也後 其實那個只是一開始哏 我後來都在質疑 你綠電到的也到不了 那我我跟你講 剛剛政委員質疑的跟我直接一樣 可是你知道嗎 我覺得他們昨天有用一個數據 他們說我們的裝置容量 然後2016年裝置容量 就綠電的 從4.73GW 20302023年底 到了17.96GW 裝置容量四倍 對發電量兩倍 為什麼 因為你裝置設在那邊 你不是隨時都可以發電啊 因為比如說光電 他發電的時間 就是那幾小時 換句話說 你今天綠電要double的話 你裝置容量也要四倍 對 那我就問了 現在光是光電 現在民進黨 尚窮必入下黃泉 把台南弄得已經溫室效應 謝宏介講說黑面皮露 經過台南都要戴太陽眼鏡了 你現在要搞四倍的 四倍的量去做光電 或是預電 你要怎麼做嘛 你說這鬼 他就是鬼扯嘛 然後空污也是一樣 他講說我們現在空污啊 空氣污染的排放 已經降低六成五了 我昨天就拿台電給我的數據啊 火力發電廠所營造出來的PM 就是跟2016年比 就是沒有下降六成五啊 下降一點點 但是今年跟去年比 去年跟前年比PM 就是懸浮為例 有上升啊 所以空氣污染 不是他們講的越來越下降 而是近年來還有上升趨勢啊 代表說政府現在跟我們講的 很多數據都是騙你的 對啊 就像百分之16是綠能 這個就是啊